大家好 Colity People 今次會為大家講解一下 World Interview Presentation Skills 主要分為三方面 包括外形、態度和對答 第一方面我們會首先和大家講一下外形 人的第一印象多數都是來自人的外形 所以面試的印象是很重要 第一樣就是我們的衣著而用 我們應該用些時間去預備衣著 不同的行業、不同的職位都會有不同的服裝要求 主要以大方得體和整潔為主 所以套裝是比較穩妥的選擇 我們建議女士可以選擇深色外套、淺粉色襯衫、配耳淡妝 以簡單的飾物配搭和大約兩寸高的高跟鞋 表現出專業的感覺 而男士則建議以深色西裝、素色襯衫配上領胎 和深色皮鞋表現出穩重的感覺 姿勢也很重要 進入面試坐下的時候 應該坐在椅子一半或少過一半的位置 雙手放在膝上或桌面上 身體就會自然向前傾 這樣就會令你整個面試過程都專注 如果往後靠在座位上 似乎顯得太隨意 面試的過程當中 身體不應該隨意扭動 雙手不應該有太多動作 雙腳也不可以反覆震鬥 這樣會容易令人分心 另外,應該和面試官保持眼神接觸 注視對方是信心的表現 也能代表你對對方的尊重 第二部分是面試的態度 態度除了可以反映你的性格 亦都可以反映你的心態 現在有很多公司 除了著重你的才能 亦都會著重你的性格和心態 在interview的時候 有幾樣簡單的技巧 可以令你在面試官面前 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就是提前10至15分鐘到場 這樣除了可以令到面試官 對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亦都令你有充足的時間準備 同時也請各位小心注意 面試的時候應該避免有親友陪同 這樣給人的感覺好依賴 不能夠獨立行事 其中亦都包括對任何職位的人有例 很多時他們的意見都會影響到你的取錄結果 談吐更應該溫文、冷靜、沉實 面對面試官一定要夠鎮定 對面試官提出的問題 要冷靜思考之後做出正確的回答 期間更加要表現得樂於分享 這樣可以讓人感覺到你的積極 如果表現得太緊張 就會令到面試官認為 你未能應付工作上的壓力 所以無論你心裏有多緊張 都應該好好地妥善處理自己的情緒 表現出輕鬆、自信的感覺 只要你有自信心 對方才會對你有信心 在這段片的最後一部分 我們會跟大家講一下面試的對答 首先要有充足的面試準備 要避免在面試的時候啞口無言 或者前言不對後語 應該要在面試之前一兩日 搜尋並且閱讀一下 與該公司相關的資料 熟讀自己的個人理歷表 預備不同語言的自我介紹 或者面試相關的問題 更加可以舉例的方式 說明過往工作的職責 用事例證明自己的工作經驗和成就 如果缺少工作經驗 就可以講述曾經接受過的訓練 和擁有的技能 並且連繫到申請的職位上 如果你準備充足 在面試的時候 就能夠有問必答 並且對答如流 這樣才能夠令未來的僱主 見到你的誠意 獲聘的機會也會相對提高 期間你的聲線也會影響整個面試的過程 和對方交談的時候 一定要發音清楚準確 把握節奏 太快或者太慢都會收不到理想的效果 面試裡面的最後一項是 詢問 應徵者應該把握機會 事先準備 發問一些和申請職位 或者公司有關的問題 以表現自己對該公司 和職位的熱誠和興趣 但是 應該避免發問有關員工福利的問題 更加應該避免使用 為甚麼或者英文的Y來做詢問 因為 質問往往會令人感覺不舒服 在面試的情況當中是不適合使用的 今次Cology People和大家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以上的Tips 而以上的Tips都可以幫助大家面試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緊貼Cology People的動態 來啦